民国年间 离旭州城不远的陵墓山上 有一座道观 叫古墓观 古墓观的湘湖很旺 据说观主永墓道人的道横很深 一些来找永墓问道算命的妇人、官员 常常一致千金 但种种迹象表明 永墓道人的身份十分可疑 不是吗? 道横再高的人 也不可能一直不老呀 可多少年来 永墓看上去却一直是七十来岁模样 警方怀疑 现在的永墓 早已被一花揭木 真正的永墓道人 也许已经遇害 古墓观的道人们 极有可能是一群打着幌子行骗的江湖倒飞 为了查明真相 年轻警察 甘俊潜伏在古墓观做杂工 暗中观察情况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莲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几个月来 甘俊发现 永墓的卧室里 总会传出一种怪异的声响 驼驼驼 甘俊以为永墓在里面 敲什么法器 但又觉得不像 永墓不让任何人 进入他的卧室 甘俊无计可施 这天半夜时分 甘俊远远看见永墓的卧室里 隐隐透出红光 甘俊一惊 难道是卧室失火了 甘俊快步跑过去 拼命敲门 屋里却毫无动静 门从里面拴上了 甘俊只得用手指 在纸壶的窗上捅开个洞 往里瞧 里面的情形 令他惊骇万分 卧室里 一东一西 竟然有两个永墓盘腿而坐 东边的这个 两手互叠于丹田 身上正燃着熊熊烈火 而他却似乎没有反应 只是闭着眼念经 而西边那个 姿势动作 与东边那个完全一样 只是身上没有燃烧 甘俊想冲进去 但发现自己此时 全身都动弹不了 似乎被施了定身法 等东边的永墓化为了灰烬 西边的永墓才停止念经 他缓缓起身 甘俊发现 这个永墓目光呆滞 像一具毫无灵魂的躯干 动作也机械得如同木偶 只见他走到灰烬旁 伸手从里面摸起了什么 因永墓是背对窗户的 甘俊只看见永墓似乎把那个摸起来的东西 放入了自己的怀中 刹那间 南木偶一般的永墓 动作一下子灵活起来 他用浮沉把地上的灰烬扫成一堆 腾起走到后窗 把骨灰洒向窗外 然后永墓宽衣脱鞋 上床安起 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一只衫蚊子嗡嗡飞来 叮得甘俊又痛又痒 忍耐不得 他抬手一拍 啪 蚊子被他拍死了 甘俊这才知道 自己全身可以动了 甘俊想 那个被火烧了的永墓 应是真永墓 可能他一直被施了什么邪术 软禁在卧室里 并且被逼着做这一件什么事 直到施作完了 失去了利用价值 甘俊就放火把真永墓烧了 刚才自己全身动弹不得 显然也是中了甘俊的邪术 甘俊冷汗直冒 立刻趁夜赶回了警察局 并把所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局长 局长下令连夜封锁了 陵墓山的所有通道 等天亮 就动手拔甲永墓 及其同伙一网打尽 天亮后 局长带领甘俊和部分警察 来到了道观前 却见永墓以后在关门外 他说 两位长官 我知道你们的来意了 请两位随频道道内市一叙 我有要事相告 说吧 他转身就走 毫不理会面面相去的警察们 局长沉吟片刻 对甘俊说 好 咱俩就去双刀赴会 他吩咐身边的副局长 听到里面枪响 立即率众进攻 甘俊和局长来到永墓的卧室 永墓开口说 两位长官 请坐 有什么疑问 尽管问吧 频道如实相告 局长问 请问 道长今年高寿 永墓不紧不慢地说 一岁 准确地说 是一须碎 甘俊心想 这个老道 一定是在装风卖傻 他忙说 出家人不打狂语 频道未打狂语 昨夜 甘长官你是亲眼所见的 永墓站起身说 两位请随我来 说着 他领着两人来到里屋一间密室 密室里有一张木台 台上摆着一套雕刻工具 地上 有一大堆木屑和两段木头 那木头长约两米 直径约半米 永墓指着那木头说 这是金丝南木 通常可经数百年而不服 局长满脸疑惑 问道 这与你的年龄有关系吗 永墓说 有 两位 请先听频道念一段经文 说吧 他激励咕噜地吟诵起来 甘俊只听永墓念了几句 神志就开始迷糊 他暗叫不妙 恍惚间 甘俊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番情景 路边 躺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 男孩头上留了一条辫子 似乎是清朝人的装束 他皮包骨头 显然是恶极了 这时 走来一位老道长 扶起男孩 围了他水和干粮 男孩感激地立刻跪拜老道 师父 我要跟着你当道士 老道考虑良久 便带着男孩上了陵墓山 陵墓山的古墓关中 原本只有老道一个人 现在多了个小道童 老道为小徒取法名永墓 永墓渐渐长大 老道却始终不见再老 这天 老道对永墓说 徒二 为师要云游去了 如果你到四十岁时还无所悟 那就还俗吧 说吧 他飘然而去 从此 永墓就在关中修行 为老百姓做善事 永墓四十岁时 有一次 他整整闭关七天后 便开始收徒 过了不久 永墓叫上徒弟 来到山林深处 找到一棵粗壮的金丝楠木 他们将它砍倒 结成一段一段 每段一人多长 分几次把木头运进住处的密室中 从此 永墓一有时间 就进入密室 在金丝楠木上悄悄早早 日复一日 永墓渐渐老了 在他大约七十岁时 那段树干 终于被雕刻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老道人 面目和此时的永墓一模一样 等最后一刀完工 奇迹发生了 那个木头道人 竟然从木台上坐起身来 活了 永墓走出密室 在蒲团上盘腿坐下 而那个木头道人 也跟着坐在永墓对面 永墓双手互叠于丹田 念起经来 那个木头道人也跟着念 过了一会儿 永墓往身上抹了点儿清油 用蜡烛点燃了自己 接下来的情境 就像那碗干郡所看到的一样 肉身永墓化为灰烬后 那个木头永墓便有了肉身 并当了古墓官的官主 春去秋来 这个永墓的容貌都未曾变化 直到有一天 他进入密室 也开始雕刻自己的塑像 一切循环在线 从第二个活了的木头道人 主持古墓官起 这里渐渐热闹起来 徐州城里的一个大富商 抓住商机 修了一条通往古墓官的盘山公路 又在周围建起了一片别墅 不少有钱人住了进来 一天 永墓忽然发现 自己的皮肤开始发黑 溃烂 腐朽 他大为惊诧 自己只有二十多岁啊 他连忙进入密室 开始雕刻 几年后的一个夜里 也就是昨夜 木头道人雕成了 也活了 干郡和局长眼前的画面 戛然而止 永墓道人叹了口气道 两位长官 你们刚才所见 就是我的历史 干郡和局长还没回过神 不由地揉了揉眼睛 永墓继续说 那年 永墓闭关七日误出 师父为其取法名永墓 是要他刻成自己的木像后 转换能量而重生 后来他又误出 人的心智 大多在四十岁至七十岁之间 是最为成熟的鼎盛期 之后就会迅速衰退 第一个永墓重生的时候 是七十岁 那个时候 相貌改变不大了 也就不会引起人们 过多的注意 局长问 那为什么第一个木刻的永墓 七十年才重生 而第二个好像只有三十年左右 就重生了 永墓叹了口气道 这些年来 古墓官常被达官贵人们的 汽车尾气 众多目的不纯的求神者 体内的污秽之气所浸润 永墓的木头肉身经不起腐蚀 就提前重生了 甘俊问道 那你从灰烬里拿出来 放入怀里的是什么呢 永墓说 肉身在火化的过程中 心脏不化 木头永墓把肉身永墓的心脏 安入自己的胸腔内 才算完全重生 说吧 永墓起身 进入密室 过了两久 不见他出来 甘俊和局长感觉不对劲 推开密室门 以不见永墓的踪影 屋中间的地上 留有一堆灰烬 这时 近来几个道人 都面有悲色 为首的一个老道说 师父说 他重生的秘密已暴露 由于体质受损 他的此次生命极其短暂 且无法再次重生了 于是决定把真相告诉警方后 提前先是 多少年来 师父可是一直用观中所得的香火钱 以及诸多善款 以匿名的方式 资助了许多贫苦百姓啊 甘俊听了 一声长叹 看看局长 脸上也是一副悲怯的样子 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又遇现七十里外 有个叫沙湖口的地方 明朝中期 这沙湖口一时成了匪徒 杀人劫祸的发财地 这伙劫匪心狠手辣 从来不留一个火口 当地官府虽然也进行多次围剿 可官兵一动 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官兵一撤 他们又卷土重来 万历年间 朝廷派王立清道又于人县令 要他再半年内将劫匪一网打尽 还天下太平 否则 隔除官职 以通匪罪名灭九族 君命不可为 王立清忧心忡忡地到了右狱县 这王立清只是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哪儿懂得剿匪之事 好在他的女儿王娇自小习武 练得一身好功夫 就是轻壮男子 三五个也进不得他身 也真是一高人胆大 王娇辫自告奋勇道 爹爹 您不必多虑 俗话说 邪不压正 女儿过心日便去将那火恶贼寝来 一旁的捕快马丁听了 神色一动 屈步上前 抱拳在胸 说大人 小的怨随小姐一同前往 可是王娇和马丁率领重兵组 在沙湖口转悠了大半个月 连个劫匪的影子也没看到 王娇就向马丁请教 马丁沉思了一会儿 说不瞒小姐说 咱们官府这么多的兵马出动 那劫匪早闻风藏匿起来 咱在明处 他在暗处 如何寻得到他们 王娇心急 问道 那应该如何才是 马丁想了想 摇摇头道 只有让武艺高强的人 扮作单身妇人赶路 引那劫匪出窝 然后 王娇略一丝存道 我愿意赴汤蹈火 为百姓除害 不可 不可 马丁连忙摇头道 王大人执你一脉香火 万一 王娇张了张嘴 又逼上了 为什么呢 他原本想说 我还有一个弟弟 原来 王立青还有个儿子 名叫王茂 这王茂虽然是个男儿 却长成了一副女儿身板 而且一天到晚 足不出户 他天天热衷于做女工 华丹青 他的华工 甚是了得 王立青早已对这个 不像是个男子汉的儿子 失去信心 可王娇却对弟弟疼爱有加 王娇回到家 把自己的打算对父亲一说 王立青自然坚决反对 但左思右想 也没有其他良策 只好含泪点头 正这时 王茂突然从礼物窜出 手上捧着一张 他刚刚画好的画 边挥舞边说 姐姐 你看看 你看看 生死关头 王立青不由怒从心头起 一把夺过王茂的画 刷刷刷就撕了 那王茂急了 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王娇就把弟弟哄起 又将那被撕破的画一一粘好 展开一看 原来王茂画的就是姐姐王娇 画上人的一颦一笑 宛如活人 王娇十分感慨 说 弟弟 如果姐姐遇到不测 这话就是姐姐的一笑了 王茂大笑道 姐姐竟说胡话 我不让姐姐不测 第三天 王娇扮作异商人模样 大摇大摆地直奔沙虎口 王立青在家中从早到晚焚香祈祷 祈祷女儿马到成功 但愿女儿平安归来 可是事与愿违 王立青等来的却是死尸一句 走时王娇风华正茂 回来时确实阴阳两格 王立青大叫一声 便昏死了过去 当王立青悠悠醒来时 看到身旁夫人哭成了泪人 而那马丁在床前一个劲地哀声叹气 王立青怒火中烧 则问马丁 你是如何保护小姐的 马丁不敢抬头正视 只是喃喃道 在下一直藏在小姐不远处 可那劫匪不按常规出牌 劫住小姐后 二话不说 先杀后抢 带卑职赶过去时 那伙劫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马丁退下后 王立青便想一死了之 夫人劝道 你这样死去 不被百姓耻笑吗 可 可我又有什么法子完成生命呀 夫人听了 也只能陪着落泪 这时 李屋的门帘一挑 走近一个人来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王立青的儿子王冒 王冒看了看父母 说道 娘 我饿了 我要吃饭 王立青这才想起 已经一天没有吃什么了 也感到肚子空空 可是 他心头怒火呼地燃起 对王冒吼道 你姐姐死了 你怎么竟然无动于衷 真是个废物 谁料 王冒静说 我在连后一观察多时 听到了你们的对话 我姐姐依仗着武功高强 盲目乱闯 怎么能不送死 王立青一听 更是火冒三丈 抄起床前的宝剑就要赐去 那王冒却一点不惧 冷冷地说 劫匪为何不留活口 是因为怕有人认出他们来 王立青一听 愣了 是啊 此话有道理 但转而一想 这与我剿匪又有何干 劫匪不除 我王家九族就难免一死 于是又大哭不止 摇摇头道 王冒呀王冒 我们家是在劫南逃了 看来天要灭我王家 今夜你就赶快离开这儿吧 王冒说 我不走 我走也只能饿死 爹 你让我吃饱了 明儿 我去替我姐报仇 王立青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 挥挥手 对夫人说 爸爸爸 你先去弄些饭吧 我也饿了 他又扫了一眼王冒 说 你这个不争气的吃货 谁承想 第三天一早 王冒失踪了 夫人急得不行 可王立青却没事儿一般 他劝夫人道 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怕是前晚说了大话后 无法兑现 他又不愿意死 只得自寻活路去了 也好 如果老天垂怜我王立青一声清白 就给我留下一脉香火吧 那王冒到哪儿去了呢 他还真的去杀虎口了 他会武功 不会 他能言善辩 想用口舌劝说劫匪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他也没那本事 那他去干啥 失去逞能送死吧 王冒还真是要送死 他心里抱着一个念头 就算死也要死在姐姐遇难的地方 你看他 身背一个沉甸甸的搭脸 穿得油光闪亮 一看 就是个有钱的公子哥 这不是招贼吗 几十里路 王冒走了大半天 当他疲惫不堪地走到沙湖口山岔 正准备到一片小树林吃点东西时 突然感到眼前的树木一阵乱动 还没容他寻死 就听一声口哨 紧接着从天而降 从树上跳下三个标形大汉 一个劫匪打量了一眼王冒 笑着说 怎么地 给爷留点钱喝酒吧 王冒刷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双眼盯着三个劫匪 一炸不炸 但是嘴里吐出的话 却是战战兢兢的 是 是 说着就解下搭量 要从中掏出钱来 这时 一个劫匪一把抄走搭量 道 不费你的事了 随后翻了翻 满意地说 行 势头肥猪 一个劫匪抽出大刀 呼呼一挥道 对不住了 小哥 记住 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王冒吓得扑通跪倒在地 扑得拉了一裤子时 历史让那劫匪倒退了三大步 边退边捂鼻子 骂道 妈的 真是个软蛋 那王冒不管不顾 一个进而的磕头 磕的脑袋都冒出了血 他边磕边哭着说 爷爷 钱您都拿去了 就饶我这一条小命吧 我上有七十老母 下有一个瘫痪弟弟 全家都靠我一人 如果我死了 老娘和弟弟都得死 三条人命呀 为首的劫匪探口气道 我想放你 可不能放 因为 日后你认出我们来 那不是 那王冒也是求生心切 听了这话 边磕头 边呼的从地上 拿起一根尖利的树枝 随后猛喊一声 扑的江树枝 刺向了自己的双眼 立时 王冒双眼流出血来 碰得他在地上 一个进而的打滚 这一响不到的惨烈一幕 让三个劫匪 一下子愣了 王冒边流着血泪边喊 爷爷 我眼瞎了 都看不到你们了 你们就饶了我吧 那为首的劫匪 盯着满地打滚的王冒 骂道 真他娘的是个怪物 滚 可怜那自己 把自己双眼扎下的王冒 跌跌撞撞 磕磕绊绊地赶路 时不时地摔倒在地 跌得是鼻青脸肿 满身是泥 就这样 也不知走了多久 王冒摇摇晃晃地 来到了烁州 来到了大同府 此时的他 破破烂烂 满脸污泥 一双赤脚 浓水直流 连个乞丐也不如 他一路打听 来到了大同府关牙 摸索着击打开了鸣冤鼓 鼓声一响 引出了直斑的牙医 喝着 去去去 瞎子 这样是大同府关牙 岂是你胡闹的地方 王冒说 君爷 我有天大的冤屈 我要面见府台大人 牙医一笑道 嘿 口气真大啊 我们老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王冒不说话 用耳细细听听周围的动静 这才解开贴身的内衣 从中撕下一块不来 双手递给牙医 说道 君爷 你把这个交给府台大人 他自然会召见我的 那牙医将信将疑 结果一看 愣了 急急飞步回到内院禀报去了 王冒给牙医的是什么呢 是一块写着此人 乃王立青之子也的布 而那布上盖着又玉线的观印 再说说那王立青 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观印 什么时候偷偷地被王冒盖了 他只知道儿子逃了 是死是活 浑然不晓得 他现在是扳着手指头在算日子 算算据天子要求的剿匪期限 还有多少时间 这一天 突然有人造访 来人神神秘秘 到了王立青的内室 看看内外无人 又仔细听了听窗外 确实无人 这才压低声音道 辅台大人要我保护你立即去大同府 何时如此急 来人点点头 又摇摇头 说道 大人不必多问 而且 大人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半夜十分随我走就是了 那王立青提心吊胆 到了半夜 悄悄地起了床 跟随着那个人从后门出了关崖 带到了大同府 王立青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王茂 但是他一时竟然不敢相认了 这怎么可能会是自己的儿子王茂 风华正茂的王茂 什么时候变成了个 双眼烂糊糊的瞎子 王立青差点晕了过去 他问 儿呀 你 你何以如如此 王茂倒十分冷静 将自己陆域劫匪一事 淡淡讲了一遍 然后说 爹爹 劫匪已然在我心中 我姐姐的仇 即将要用贼人的头颅来偿还 真的 那劫匪是谁 王茂摇摇头道 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 王茂一笑 说 但孩儿 我已经将他们的脸记在心中了 哎 这有何用 王茂也不再说 这时 辅台大人已经让手下把宣纸笔墨准备好 只见那王茂站在纸前 一边思考 一边一笔笔画出了几个人的脸来 一个时辰后 两张人物肖像出来了 原来 王茂的画工早已炉火纯青 练就了一个绝火 即使不用双眼 做画也可一气呵成 王立青看后大为惊骇 因为画中的一个人 竟是他身边一个姓刘的捕快 王立青道 原来如此 我的捕快班里竟有劫匪内线 不 他们就是劫匪 我要拿马丁试问 爹爹 那天戴着黑头罩的人 大约就是那个马丁 你何以判断出的 孩儿听他的口音 和那天我躲在门帘后听到的一样 也就是那天 将姐姐一体背回来的那人 王立青听罢 更是大为惊骇 他心中念道 阿弥陀佛 如果冒儿不是 天天深藏那是足不出户 如果那天 马丁知道冒儿已经听出他的声音 冒儿哪能活下来呀 大同府派兵丁 随着王立青回到右翼 一举将马丁拿下 那马丁大喊冤枉 这时王立青将王冒叫出来 问道 你认识他吗 马丁摇摇头 王立青冷冷一笑道 他是我的儿子 马丁一听 历史贪了 沙虎口的劫匪被正法了 万立皇帝看罢奏折 唏嘘不已 对王冒大为赞赏 认为王冒虽然外表软弱 内心却无比刚强 且有勇有谋 于是下旨将王冒调入刑部任职 令王冒专门为一时捉拿不到的一男犯人画像 那王冒呢 只要听了他人的口述 就能十拿九稳地将一犯画出来 一时 各地的罪犯纷纷落网 王冒一直活到八十八岁 此前念念自语 姐姐 弟弟来了 沙虎口后改为沙虎口 沿用至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